而在2018年12月份 三战部落召开了部落会议 行使兴建纳谷墙设施智商同意权 投票结果有1分之1户达成了共识全数 通过了这一项专案 而在2020年 商工所展开公墓起决作业后至今 259具的墓地全部起决完毕 而至于纳谷墙的僻建 商工所表示 9月份在部落召开规划说明会后 就会动土兴建 2020年9月份 商工所并上管理所针对三战部落 公告墓地取决的作业 商工所原本规划150具墓地 让村民们配合取决的作业 经过10个月的时间 村民们可以说是配合度相当的高 经过不断和村民沟通和宣导 目前有250具墓地已经取决完成 第一阶段则是先暗示在 商工所并上管理所外面的货柜里 9月份开始进行目的整地的作业 再来就是办理动工墙的说明会 我们从去年9月份开始到今年截止为止 我们第一阶段先办理火化取决跟置入那股墙的相关的嵌入作业 然后感谢村民的配合 我们原本9月份预计是要取决150具 不过村民相当的配合也配合公所的政策 目前我们取决的基数大概有259具左右 那目前仍然在陆续的入柜当中 感谢村民跟代表跟乡长的支持 然后第二阶段我们的部分 第二阶段的部分我们会在三站取决的木机的范围内 会建置那股墙 我们现在第一小阶段的就是要先整地 整完地之后再请专业水保跟设计官方公司 去做限定的勘查 限定的规划 那后续我们会再召开一次 就建置那股墙的相关设计前的说明会 让部落村民知道 然后现在第二阶段的部分 就是我们要走整地跟规划纳谷墙的相关的前置作业 也请各位村民再给我们一点时间 我们会努力再推动 现在前置作业完成之后 我们后续才能做 后续才能建置整体性的纳谷墙的相关的存放设施 以上说明谢谢 请问相公署并上管理所所长林家旺表示 即全乡第一座银压完纳谷墙完成新建之后 简单要东空的就是三张纳谷墙的作业 目前进度可以说是相当的顺利 也请村民们能够多等一等 明年度三张纳谷墙以全新的美貌呈现给村民们 让主线安置在环保干净的好地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